大家好 那今天要跟各位講解就是關於 Hardly Rule of Trust 整個硬體信任根的一些概念 那我這邊會在前半段的部分 講解一些關於硬體資安的概念 還有關於我們的硬體信任根 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部分 就是我們的Path 物理不可複製函數 Physical Uncover Function的概念 那我們會請我們的吳孟毅博士 跟各位分享就是 硬體信任根有哪一些安全上的應用 那首先我會先跟各位簡單描述一下 什麼是硬體資安 那硬體資安有哪一些的概念 那我們就開始 那這邊呢首先跟各位講解就是說 為什麼資訊安全它是非常的重要 那還有哪一些需要注意的地方 那首先呢就是在一個比較常見的例子裡面 我們會舉有兩個人在要進行溝通 那這邊通常會舉例一下一個Alice跟一個Bob 他們要互相聯繫這樣子 那一般來講大部分的情況下呢 都會是經由一個公開的一個頻道 比方說他們兩個直接在講話 或者是透過一些有線的傳輸 無線的傳輸等等 那基本上這個通訊的頻道呢 它通常都是一個公開的就是 那會出現的問題就是呢 可能會有一個攻擊者 這邊叫他Eve 那他可能會對他們 我們Alice跟Bob中間的通訊呢 做一些所謂的攻擊 那包括竊聽啊 還有就是可能更改一些訊息 或者是說偽造假的訊息等等 那要怎麼進行防範呢 那基本上就是我們比較常用到的做法呢 就是使用一些密碼學上的一些演算法呢 還有最重要的部分呢 就是我們需要給這個密碼學的演算法 給他一個所謂的金鑰 secret key 然後呢 我們就可以透過這個演算法 比方說有一個encryption的function 那我們可以把我們的所謂的Plantax 加密成一個CypherTax 就是說這個CypherTax 它如果出現在這個public的channel當中呢 它就不容易被受到攻擊這樣子 那在討論呢 密碼學資安方面的問題的時候呢 其實過去呢 我們通常都會假設說 這我剛剛提到的就是 這個攻擊呢 是只發生在他們的通訊頻道當中 那這方面呢 攻擊者呢 可能會對他 對我們這個加密過的資料呢 去做分析啊 做一些replay的攻擊 或者是denay of service的 癱瘓我們整個系統的各種攻擊方式 那要解決這些 這些攻擊的手段的話呢 我們就必須要採用正確的 密碼學上的演算法啊 還有就是一些protocol呢 去因應這樣子的行星 那這方面呢 我們會比較把它歸類為 是傳統上的一些軟體啊 然後網路上的一些安全 那我們今天要考量的更多 就是我們為什麼要使用硬體資安呢 那這邊就跟那位提到 其實到這個時候呢 其實威脅呢 就是我們的一些攻擊呢 其實是到處都有的 那比方說我們今天有一個手機 那這個手機呢 它可能會受到一些軟體上的攻擊啊 比方說被用了一些惡意的軟體呢 可能會進行一些所謂的roll hammer的攻擊 甚至其他方式 那也有所謂的旁路攻擊 那攻擊者呢 可能會透過量測我們這個 device 它是消耗了多少的功率這樣子 那可以做一些分析 那另外呢 就是我們當然知道 我們今天每個電子產品裡面 都有很多個晶片嘛 那這個晶片呢 其實有可能被單獨拿出來 去做一些reverse engineering的工作 然後想辦法把裡面的一些機密資料 給讀取出來 或者是說呢 那可能採用一些比較侵入式的 攻擊方式比方說 對它進行做一些 雷射的注入啊 等等的一些攻擊這樣子 那這些都可能癱瘓 就是我們的安全的一些裝置這樣子 那其實這是為什麼我們需要考慮這麼多呢 其實就是因為 大家比較能夠常理解 有一個重點就是 安全呢 其實就是跟我們最弱的那一個環節相關 那其實就是說 假如說整個系統上面 我們被攻擊者呢 發現了一個弱點 那基本上我們的安全性就不存在 所以我們必須要考慮就是說 這麼多個面向 哪一個面向 會不會有受到攻擊的威脅這樣子 所以我們必須要考慮得比較完整一點 那也就是說 為了防範這些攻擊呢 其實我們不只是需要正確的 密碼學的演算法 更是需要一個 真正安全的硬體的實現方式 好那我接下來呢 會舉一個例子就是說 那我們遇到的攻擊 大概是怎麼樣呢 這邊會舉一個比較經典的 一個所謂的 Side Channel Attack的攻擊方式 是使用Power Analysis 去分析這個電路的功率消耗 那怎麼做呢 就是這個攻擊者呢 他會把這個電路呢 用一個電阻把它接地 那基本上這個電路在運作的時候呢 它的電流就會通過這個電阻 然後造成一個跨壓 我們就可以量測到這個電路 它在實時上的一個功率消耗 那會得到類似像右邊這樣的圖 那可能上面就有 隨著這個電路的運作呢 它就會看到 它的每一個時間的那個功率呢 其實是不太一樣 那攻擊者呢就可以試著從 這個攻擊的這個Curve呢 去這個Power的這個Curve呢 去想辦法 找出裡面有沒有一些 Leakage的information 那透過這個Leakage information呢 它就可以做一些統計學上的分析 然後呢去試著猜出我們真正在裡面 用加密的key是什麼這樣子 那 就是說基本上透過這個方式呢 就可以比較容易的去猜到 正確的key是什麼 那 基本上呢 它的最大的好處呢 就是說對攻擊者來說 最大的好處就是 它可以大大的降低整個 猜測這個key的 的複雜度 那比方說 假如說我們有一個256bit的key呢 那我們就是通常我們如果要暴力破解它的話 我們需要2的256次方的複雜度 但是呢 採用這種Power analysis的方式呢 就有可能把它降低到 可能只有16乘以2的16次方 或者是更低的一個複雜度 那當然呢 就是我們在這個Headway security上面 我們當然希望提出一些解決方式呢 那當然已經過去就有人提出了 做一些masking的方式 或者是做threshold implementation 以及就是 可能採用一些 本來leakage就比較低的一些 電路的設計啊 或者是加上一些 濾波器等等 想辦法把這個leakage information呢 給藏起來 那這就是一個 比較經典的一個 攻擊方式 那 那基本上從這個地方呢 我們就帶到 為什麼我們今天需要 硬體資安和安全 那首先其實有不同的面箱 包括剛剛提到的 應對各種攻擊 那其實有一個 比較直觀的一個面向 就是說 我們其實呢 大家知道其實 硬體的實現呢 其實會比軟體還要來的有效率 那基本上如果我們需要一個 比較高效率的一個 實現方式的話 那我們可能會希望採用硬體 那再來就是剛剛提到的 對攻擊的防護方面 那 另外呢 就是還有就是 一個非常重要 就是跟我們今天這個主題 非常相關 就是我們需要一個 真的我們可以信任的一個元件 那基本上就是一個 所謂的 Hardware Rule of Trust 的硬體信任根 那它採用的是就是 在我們的物理的一些 物理機制上面 我們得到真正的所謂的 隨機性 那就可以拿來當 非常的幫助我們的 整個硬體的實現呢 還有就是 就是 密碼學的衍生法等等 那接著呢 我就會 對於這個 Hardware Rule of Trust 這邊做更詳細的一些介紹 那 就是 開始我們的 Hardware Rule of Trust 這個部分 那首先呢 到底什麼是 Root of Trust呢 那Root of Trust 它其實就是一個 我們真正能夠 信任的一個 源頭 那 比方說以這個例子來講 這個晶片上面呢 我們有一個 存取的 一個Memory 那我們有一個 AES Engine 去做加密 那我們有一把Key 是呢給這個AES來使用的 那這裡面呢 就有我們所謂的一個 Chain of Trust 就是說 這是一個 相關性的一個圖 那基本上呢就是說 我們今天 存在這個Memory裡面的資料呢 它是 具有安全性 它是 機密的 那 因為它被我們 使用AES 去做一個加密 那這個AES 加密過程 是安全的呢 因為我們使用了 一個正確的Key 我們不是隨便拿了一把 所以隨便的Key 去做加密 那另外呢 就是說這個Key 基本上 所以這個Key 基本上就是我們的 所謂的Root of Trust 它是我們真正整個 安全的源頭 這樣子 那 那所以說這個Root of Trust 其實就是在這整個晶片裡面 它就是一個真正我們應該要 唯一可以信任的一個部分 那就是大部分來講啦 我們會使用就是 當作Root of Trust 要嘛可能是一個 共有的一個 一個Segrees 或者說我們所謂的 一個Device的一個Root of Key 它們就是真正的 這個晶片上面安全性的 Root of Trust 那但是呢 對這個Key來講呢 這個Root of Trust 其實它有一個非常重要的 一個條件呢 就是說我們當作Root of Trust 這個Segrees Key 它需要是不可被預測的 那另外呢 它也要必須在物理上是一個安全的 那 這個 這部分重要性在哪邊 我們接著會做介紹 好 那我們就像下一張投影片 我們來看一下 什麼是Unpredability 那這邊呢 舉一個例子 就是說 我們今天Alice呢 她要產生 她的一把Secret Key 拿來做加密和解密的運算 那今天Eve呢 她想要做的事情呢 就是去預測Alice用的是哪一把Key 所以Alice呢 Eve呢 Eve呢 所以Eve呢 會對這個Key呢 做一個預測 叫做KA-pline 那我們這邊呢 希望得到的Unpredability呢 就是我們希望Eve呢 去猜測Alice這個Key呢 KA得到的機率是 越低越好 就是基本上她就比較難以猜測到 Alice到底用的是哪一把Key 那我們要怎麼量化這個 Unpredability這件事情呢 那我們會用到一個 大家可能有聽過的一個名字 叫做Entropy 那我們用Entropy 來對這個東西做一個量化 那Entropy呢 它基本上也有不同的定義 那我們在密碼學上 比較常用到的是 這個MeanEntropy 那MeanEntropy的定義呢 就像這邊寫的這個公式這樣子 那基本上她會跟 這個Alice呢 用的這個Key呢 最容易出現的那一個值呢 是有關的 那這邊可能大家比較難以理解說 就是到底代表什麼意思 那我們這邊 接下來呢 會用一個簡單的例子 來跟各位說明 採用這邊的例子呢 就是我們有一把 我們只有三個bit的Key 算是一個特例 比較短的一個Key 那我們來做一個介紹 那今天呢 這三個bit呢 B0到B2呢 所以它總共就有八種不同的組合 那我們可以假設在這個例子上 這把Key呢 Key1呢 它的每一個組合呢 基本上出現的幾率都是一樣 都是1 8分之1 那我們可以透過剛剛的公式呢 去做一個運算 就是說 那MeanEntropy呢 就是把這個1 8分之1 取一個Log2 然後取一個負號 那就最後我們得到的結果是3 那這個3呢 就跟我們原本Key1的bit數呢 是相當的 所以它其實就可以被視為是一個Full Entropy 那另外呢 一個另外一個例子呢 就是Key2 它今天一樣是3個bit 但是呢它產生出來的幾率呢 每個組合呢 產生的幾率可能有點不一樣 那比方說這邊在第5個組合 產生的幾率呢 是1 4分之1 然後另外第6個組合呢 是0 那這邊的MeanEntropy怎麼計算呢 那我們就是代入剛剛的公式 我們取一個最大的值 把1 4分之1代入這個公式呢 我們就得到了Entropy是2 那基本上可以看到這個東西呢 這把Key2呢 就沒有Full Entropy 那回到剛剛跟剛剛對應呢 就是基本上如果呢 可以有一把Key呢 它是具有Full Entropy的話呢 那這把Key就是最難以被預測的一個結果 所以說我們的目標呢 就是希望我們每一個Key呢 都是可以具有Full Entropy 那Entropy怎麼來呢 其實Entropy我們這邊提到 它需要來自於一個物理上的一個源頭 一個Physical Source 那為什麼呢 就是這邊可以假設一個例子 就是今天我們有一個 一個Function F of X 那就是一個確定的一個演算法 那今天我們給這個F X呢 一個Input A 那它就一定會出來給我一個Input B 那我下一次我換一個Input之後 它可能會得到不同的Output 但是呢我如果又回到了同樣的Input A的話 那它基本上還是會給我同樣的Output B 那這個演算法呢 基本上它如果是一個確定性的演算法 它就不會具有Entropy 那Entropy怎麼來呢 那 對這邊 剛剛這邊其實有一個要補充的一點 就是說 給大家 就是在一個非常有名的一個科學家 John von Neumann 他曾經提過就是說 我們大家不應該使用 這任何的演算法呢 去產生Random Number 就是產生一個 這樣子是一個不對的一個做法 就是 就是這很早之前呢 John von Neumann就跟我們提過這件事情 那這個True Linus呢怎麼來呢 那就是這邊 例如說我們在日常生活中呢 可能大家會指骰子 那指骰子呢 每一次指出來的數字呢 可能都會不一樣 可能是1啊4啊這樣子的變化 那基本上呢 就是透過這個物理的機制呢 我們就可以產生Entropy 所以說我們的Entropy呢 不管是在日常生活中 還是在我們的使用在我們晶片 然後硬體上面呢 我們都需要是它是來自於一個物理的 一個源頭Physical Source 那哪些Source呢 在我們的晶片上面 比較常見的有 就是 Thermal Noise Clock Jeter 關於時脈訊號上的一些擾動 還有一些Random Telegraph Noise 以及刺文Time and Stability 等等 那這邊呢 其實因為它會隨著時間變化 所以我們這邊把它稱作為一個 叫做Dynamic Entropy 那另外呢 還有一個就是一種就是 它其實是不會隨著時間變化的 是比方說是這邊舉的例子 就是 假設我兩個電晶體 它有一個Threshold的Voltage 那它的這個Threshold的Voltage呢 可能會隨著它的 製程變異啊 或者是什麼一些 一些 這個Device上面的一些不同 它就會有不一樣的結果 那基本上就會出現了 我們所謂的Device Variation 那這個東西是不會隨著時間變化的 所以我們可以把它稱作為一個Static的Entropy 那一般來講 用Dynamic Entropy呢 我們會拿來 把它使用為 使用作 AltruLand Number Generator 那這邊這個東西 在硬體資產上也非常重要 但是這邊我們就不會 對它做詳細的介紹 那 Static Entropy呢 就會帶到我們這個 章節非常重要的一個主題 就是我們的Physical and Global Function 那Physical and Global Function 基本上就是利用這個 Device的Voltage呢 來實現的 好 那大家 剛剛我還提到就是這個 Rule of Trust呢 我們需要 對它具有 不只是Unpensibility 它不只具有Entropy 它還要是Physical Secured 那這邊就是簡單介紹為什麼 一個 一個Rule of Trust 需要Physical Security呢 那 基本上它 因為它 我們不希望它能夠被 容易的被我們的攻擊者 給讀取出來 那這邊舉一個比較常見 也以往比較常見的例子就是說 我們要產生一把Secret Key呢 我們會先用一個 Trule of Number Generator 去把它給生產出來 然後 把它存到我們的Memory裡面呢 最後我們再 就可以把它讀取出來 當作一把Key來使用 那當然前面有提過 我們需要的Entropy 那再來呢就是其實 把它存在一個記憶體當中 最後再把它讀出來這件事情呢 這個記憶體本身呢 我們就需要去考量它的Physical Security 到底好不好 那因為如果說我們這個Memory呢 是很容易就被攻擊者給讀取的話 那我們就少了這個安全性 那既然需要這兩個 這兩個要求呢 我們都需要達到的情況下呢 其實我們就發現 有一個更好的一個方案呢 就是使用Path 使用Path呢 來產生一把Key呢 我們就可以同時 具有Trule Eminence 具有Entropy 那同時呢 也具有相當好的Physical Security 那就是說我們 為什麼要用Path呢 來當作我們的Howered Rule of Trust 就是說因為它真的具有這麼好的一個特性 這個Root of Trust的簡單介紹就到這邊 那我們接著呢 下一個部分呢 我們就會對Path呢 去做更詳細的講解跟分析這樣子 謝謝大家